我們承認這件事很嚴重 若有些事情是正確的 我們承認精神的行動 我們不會承受這種行動 當日港大校長張翔在開學禮 回應迎新迎風波之後 並沒有登上車牌是HKU-1的校長座駕 而是坐了其他車走 記者在紐路斯樓的停車場 看到HKU-1車牌的Benz S350 停放在校長專用車位 港大的校長座駕 一般是由即將離任的校長更換 留給下一任校長用 這架Benz是徐立茲離任之前買的 用了大約100萬 上任校長馬飛森提早辭息離場 所以車就用到現在 港大去年啟動更換座駕程序 但有多番爭議 港大物業處選了幾款電動車和混能車 校長設選了兩款試駕 分別是作價142萬的Benz EQS450加 以及大約203萬的寶馬 i7 xDrive60 這張就是當時試駕的照片 大學最終選了貴60萬的寶馬 我們就獲得文件顯示 財務及企業管理署多次追問校長一方 為何只選這兩款車試駕 為何最終選貴一點的寶馬 以及為何要豁免招標 校長一方回應說 校長的評語是 Benz是運動轎車 寶馬就是行政轎車 符合官方用車要求 校長相信只是寶馬符合官方用車要求 不明白為何在寶馬授權代理買 會被認為是不恰當 最終港大招標小組委員會 批出大約202.99萬用作換車 並且豁免招標 港大現在已經下訂 又加了18560元 用作選購車身及內裝顏色 連牌照註冊費用 總價大約205萬 港大發言人回應說 校園設施管理部門 綜合各種因素及試車意見 作出最後採救建議 因為寶馬只有一個代理商 因此豁免招標 強調大學就不同的採救工作 均有清晰的政策及程序 好過喔 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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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